林北辰議員 司長,由港大民營計劃主辦的622全民投票 有七十多萬人支持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另一方面,早前由明報委任同一個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 在全港隨機抽養一千多名訪者中有超過一半,五成七 表示會選擇 我照讀一下,泛民主派被排拒的方案 讓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都不想原地踏步 前者的參與人數是創歷史新高 但統計學上,後者是經過科學抽養程序 理論上就更加可以反映香港整體市民的意願 兩個調查同樣都是由本港最具公信力的港大民營主辦 夠公平啦 結果呢,就大商敬庭 司長認為哪一組數據才代表真正的民意呢 另外再問了,如果是向這一方面去前進的話呢 閉日閉在,立法會三分二一定過不了啦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看法降低門檻 令到這個三分二的支持可以達到 從而亦都反映到這個五成七的香港市民的意願呢 請問思思 田議員剛才提到的兩個民意調查呢 都是在我們的諮詢期結束之後出現的 所以呢,他們的所謂意見調查的結果呢 並沒有反映到在我們的諮詢報告裏面 但是我們的諮詢報告呢 對於民意調查都是有一定的重視 亦都覺得他們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所以在不少的地方呢 我們都有去援引或者引述到 在這些民意調查的結果 當然,我們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民意調查的結果 都有一定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我個人主觀可以做一個評價的 另一方面,你提到如果拿不到三分之二 是不是要降低門檻 從而可以拿到三分之二呢 這個問題就要考慮 如果純粹為拿到三分之二 但是法律上過不了關的 那個降低門檻 或者那個具體的建議方法 和基本法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的規定是有衝突 這個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難題了 就是我們如果是不合法 純粹為了政治上可以在本會得到三分之二 我相信本會的議員 都未必會認同這種所謂妥協 在法律上作出妥協 這個對於香港一直很重視法治這個核心價值呢 我相信都是有一定的矛盾 我想問一下 政改三分組對於這個港大民調 說抽養一千個市民有五成七 認為相比於原隊答報 他們寧願要一個方案 就是有篩選的 你們自己 僅有一些立場的看法 你們覺得這個 是不是可以代表 一個主體的民意 就從而反映給中央呢 就是除了 是將這件事情 就這樣告訴他們 你們自己有沒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呢 我想最重要呢 就是當有具體方案出了來 市民對於具體方案的建議 那個是比較客觀持平 可以作為我們將這件工作推進的基礎 兩議員